我家八娘交代婢子告诉坏师 她和夫人随后就来 请坏师在此稍候 我有件事 想要拜托你帮个忙 请坏师吩咐 夫人让婢子传话给郎君 今日请来了几位世家贵女 在下面的凉亭斗花游戏 郎君与诸位相公既要饮酒作诗 何不以此为题 如此一举两变 待会儿也好让贵女们 拜读郎君与诸位才子的大作 不孝有三 吴后为大 我身为嫡长子 有传宗接待之责 所以家人才会逼着我纳妾 也实属无奈 不过说起来守约兄比我年长 难道无须续贤之事吗 我 长安城内的好女儿 谁愿意嫁给我裴行俭 这天煞孤星了 守约兄 守约兄 你们快看 这世间竟会有如此的巧事 守约兄 因为本人都会是自己的 我跟注约 fel 我们想看 这世间竟会是我在 我们战方的 许位是什么 事本人 为什么 是ятель竟会 没人 想看 我们 他只能理论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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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儿给夫人请安 不知这身衣裙 夫人可喜欢 你还好意思邀功 亏姐姐方才对你设计的衣裙赞不绝口 可这是怎么回事 阿紫的衣裙 怎会随处可见 你倒是给我一个解释 她是曹记夹缬店的掌柜之女珊瑚 昨日曾来我们店中闲话 想来是瞧见了我为夫人画的裙衫 喜欢的锦 才会学着坐来穿 长安城如今实行的裙衫 待都如此 好看 自会有人效仿 算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回去换一件衣裙就是 嫂子这么好的脾气怎么行 今日让衣服 明日就该让夫君了 夫人莫急 您方才的话只说对了一半 好看的衣裙自然是众人效仿 可学得了颜色款式 却学不来气质神韵 请夫人移步良庭 我这就为您夺身定制出 举世无双的裙衫 他们在做什么 豆花 豆花 怎么真把花盆给端出来了 画师 您要我取的花取来了 这盆墨玉 是我郎君特意花高架为我寻来的 总共就开了三朵 这最大最娇艳的那朵 已经被我取下做今日豆花之用 但你却命人将于下的端来 这是何用意啊 我要再取一朵墨玉 替夫人制衣 你要用花如意啊 这是 这是什么方法 这身裙装 本是为今日豆花宴定制的 昨日不知道夫人会带什么花 所以裙衫只做了一半 子龙 你看那个头上不曾带花的虎女 就是那日在大慈恩寺 将如酌对得七笑声音的妙人 这何东宫世子 一直都是横着走路的霸王 他也有受气的时候 快 说与我们听听 你这是做什么 你知道这盆墨玉 有多名贵吗 贵重倒是其次 只是花儿有家 情衣无家 这可是我阿兄 费心为嫂子寻来的 这胡女啊 果然是个妙人 卢某若有这样的知己 读书再也不会寂寞 你们瞧 这胡女她在做什么 好啊 成了 果然是举世无双的群衫 如意夹缺殿的手艺 果然是全长安最好的 曹记夹缺 号称得了天下第一针的真传 谁知 只会偷学他人技艺 还只学到皮毛 你看 你干吗 好 不错 我